今天的小米 14 系列 发布节奏突然加速 紧跟笑容峰会之后 这个优先级来吧 大家给小米在公屏上打个牌面吧 只不过在机型的发布节奏上依旧和之前一样 中大杯先行 Ultra 继续埋头打磨 今天我们就先来扒一扒这台 小米 14 Pro 我也确实好奇 它还能玩出什么花来 这回小米 14 Pro 带来了三款配色 黑白打底 青绿银芯 都是玻璃后盖 我到手是个人最喜欢的白色 整机实测是 226.4 颗 分量还是有的 直角边框 前后微曲 白色版本的边框是用铝合晶维机材 通过 PVD 物理器向沉积工艺打造的 质感确实可以 只不过 景线开枪那一刻 后背设计主要就是 Deco 变大 这么大的 Deco 放角落 我只能高情商的来一句 这个很小米 辨识都更高了 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边拆边聊 第一步 关机后取出卡托 卡托位于机身底部 双卡上下放置 材质是金属加塑料 内侧有防尘防水的胶圈 第二步 拆卸后盖 加热后划开粘胶 分离玻璃后盖 内侧后射麦克风闪光灯 以及电池的缓冲泡面 隐隐俱全 金属材质的后摄 Deco 通过点焊固定在后盖上 后置麦克风收声孔藏在了后摄 Deco 右侧的接缝处 第三步 拆卸主板 传统的三段式结构 NFC 线圈放置在后摄模组下方 再往下就是支持50W 功率的无线充电线圈 线圈背面和底部扬声器的位置有散热膜的覆盖 卸下主板区域的所有螺丝 掀起主板盖板 挑开闪光灯排线接口 取出盖板 盖板右上角雷射有 LDS 天线 闪光灯排线上集成有后置的环境光传感器 两颗 LED 灯珠 红外发射器 激光对焦模组和后置的麦克风 盖板背面顶部扬声器 前摄以及接口的对应位置 贴有缓冲泡棉 充电线圈背面的散热膜 一直延伸至主板的核心发热区域 值得注意的是 盖板顶部居中的位置还集成有一颗独立的听筒 规格是0710 来自 AAC 瑞生科技 独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做防漏音的设计 挑开两个电视接口进行断电 随后挑开主板上的所有接口 去除所有摄像头 三颗后摄固定在一个金属防滚架内 并且同为5000 万像素 主摄采用了 F1.2 的打光圈 CMOS 面积是 1.31 英寸 这次查不到关于 CMOS 的信息 小米称之为光影猎人 900 可以确定的 它肯定不是索尼的 CMOS 我能说的就是和某家供应商联合定制的 CMOS 从主摄表面可以看到 配备有 6 叶片的可变光圈设计 单个叶片仅厚 55 微米 并且不同于其他带档位类型的控制 小米的主摄可以在 F1.4 到 F4.0 之间实现无极调节 无极的作用对于拍照来说其实意义不大 主要还是方便于专业的视频拍摄 比如你在 180 度快门的基础上 可以更好地去控制实际的曝光 75 毫米的莱卡浮动长焦 支持 10 厘米到无穷远的对焦范围 右下角的广角支持 5 厘米的超级微距 所有镜头都有莱卡的 SUMI LUX 的加持 并且还有用来减轻鬼影和炫光问题的 ALT 镀膜 样张这回因为时间关系 并且制作的时候只有一台机子 所以优先拆解了 回头再和大家补充说明 接着取出主板 主板为双层碟板设计 正翻两面屏蔽罩 均有散热通过的覆盖 主要发热芯片位置 脱油导热材料 薄弱位置通过金融片加固 PCB 制导商是滑通电脑 集成在主板上 4 压散热通过 清掉导致材料 全眼屏蔽罩 上方是海力士 LPDDR5X 的 RAM 压在下方的就是高通今年的旗舰 SOC 第三代骁容 8 相比上代骁容 8 外部封装尺寸略有增大 旁边是来自三星 UFS 4.0 的 ROM 支持 FBO 幻星存储和 Ultra Space 存储扩容两项技术 FBO 幻星存储技术早在 12S Ultra 上就已经搭载了 而这个存储扩容简单来说 就是在维持性能不变的前提下 将闪存芯片内部的冗余空间利用起来还给大家 256G 的版本可以扩容 8.5G 512G 可以到 17G 三大件外围还配置了两颗澎湃 P2 充电 IC 来实现 120W 的有线快充 这颗就是独立安全芯片 可以把锁屏 应用锁密码等敏感信息保存到这颗芯片上 而不是像之前那样放在 SOC 里 相当于是一个独立的保险箱了 挑开触点取出顶部扬声器 1014 规格来自戈尔申学 取出前置的传感器小板 模块化设计后更便于后期的维修 中框上 边界通过触点和主板连接 主摄和长焦的对应位置有做镂空处理 让 CMOS 直触背面的散热膜来提高导热效率 并且还能降低镜组的突出高度 第四步 拆卸副板部分 卸下副板区域的所有螺丝取出盖板 盖板和喇叭BOX 集成在一起 接口和马达对应位置贴用缓出泡面 底部扬声器是瑞生科技的 1115K 规格 调开副板上的所有接口取出副板 副板的 PCB 来自盛宏科技 上方集成有 SIM 卡卡槽 和两颗底部麦克风 整机一共搭载了四颗麦克风 给录像时 可以在专业模式和导演模式中 手动选择麦克风的直向性 副板部分的排线压在电池下方 所以我们转转电池 有快车设计 电池采用单电芯双接口设计 容量 4880mAh 产自新能源集团旗下的东莞新人德 电芯自然是 ATL 使用附带的 120W 充电头 实测峰值能到 95.4W 1-100 充电花了 21 分钟 4 架电池保护板上的贴纸 保护板使用 SIP 系统级封装 内部建设有澎湃 G1 电池管理芯片 保护板左侧是监测电池温度的 NTC 热敏电阻 保护板和电芯的连接处贴有灰色的导热硅胶垫 4 架电池底部的贴纸取出排线 C 口内侧有防尘防水的胶圈 USB 3.2 规格 10 Gbps 的速率使世纪提升了 对了 小米 14 的坎半是 5 Gbps 的速率 取出 X 轴线性马达 瑞胜科技 ESA 1016 规格属于第三代技术 底部麦克风收针孔采用 L 型防灾设计 不用担心误查后伤害到麦克风或者防尘网 最后一步 拆屏幕 加热后滑开四周栈胶分离屏幕 来自华星光电使用定制的 C8 发光材料 支持 1920 赫兹的高频 PWM 调光和 DC 调光 实测手动全屏最高 520 尼特 全屏激发最高 1040 尼特 HDR 模式下 10% 的窗口可以到 2950 尼特 除此之外还有两个新技术 一个是全等身微曲设计 让小米 14 Pro 屏幕的四角曲率和四边相同 并且为了让底边进一步缩窄 背面的走线也做了调整 让曲面屏坚固顺滑手感和直屏般视觉享受 另外一个就是屏幕表面的这块小米龙金玻璃 相比康宁大猩猩 Victus 在抗跌落和耐滑的性能上都有提升 屏幕背面是全覆盖的铜箔 触控 IC 是新思的 S3910 中框上覆盖有大面积的散热膜 下方是超薄光学指纹模组 私下散热膜 散热膜对应主射和长焦的位置还提有散热铜箔 散热膜下方就是铜合金材质的环形冷泵均热板 观光宣战面积和13 Ultra 上的一致都是3250平方毫米 但实际对比下来怎么看都要比13 Ultra 上的更大一点 原理在13 Ultra 上那期已经解释过了 简单来说就是将液体专属的回流通道和气体专属的导热通道分隔开来 使得两者之间互不干扰 从而来提高整体的导热效率 实际游戏的表现直接看表格数据吧 和小米14 一样主要就是在功耗上是有明显降低的 另外我测试的时候还不能开启原神原生的画质 也就是1440P 后续系统更新后应该会有 最后的中框使用纳米注塑加CNC 一体成型技术打造 使得中框和边框都是铝合金材质 好了整体的拆解就到这里 整机有三种共18颗螺丝 众丝归位 中框使用纳米注塑加C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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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总结一下吧 小米 14 Pro 帶來了視覺沉靜感更好的屏幕 更進一步的萊卡影像 更低的日常使用功耗 更極致的遊戲體驗 更安全的用機體驗 還有抗跌弱性能的提升以及 IP68 防塵防水 整體的可靠性也有進一步的提升 能實現這些體驗上的提升肯定不僅僅只是靠單純的堆料來實現 細節上的打磨和軟件上的優化都必不可少 說到軟件 這次的另一大亮點就是澎湃 OS 但我這個一到手就開拆了 還沒來得及深度體驗 只感受到了一點 一些過度動畫明顯是要流暢了不少的 具體回頭發動態聊吧 以上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 我是Rubin 我們下期享拆再見